所以我就說好不好 我跟他說要做很多東西 哇真的是獅子挑一碗的吃 這碗冰的吃好不好 這反思很好吃 反思這麼好看 你可以調查隨便問都有 這前半的其實是最難的 好 那我們回來這個 比較沒有人做的 好 那我們下半場就講說 大家到底在這三四年的過程之中 我們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慢慢去做我們自己的服飾不正 那所以一開始其實我們就先去找了一些 文物相關的機率 也就是去找一些文件 但是還沒有剛才找得那麼齊全 然後那時候也嘗試著 我們在部落那些老人家 然後也去調查看看 到底部落有什麼要現出的 所以這一塊布料當初我會知道那個阿邁 也是會在我們做這個計畫的第一年 我們就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採訪查到 原來還有人留下資品的 我們在家裡面 那後來我們就是 在第一年我們也做了一些 織布公益的學習 因為其實在那個部落其實已經沒有織布 會織布的人 那即使在我知道 我會去趕加布 大三年齡回去 保護我的阿姨 看醫院教我聽說 她也會檢查一些資本 用弟子計 但是 因為我後來回序的時候 她的身體狀況 都已經越來越不好了 當我知道這件事 所以她也沒有辦法再試她這些東西 所以等於是趕加布 目前的文道是 在我們四年前要來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任何的資源 所以我們什麼都不會 什麼都要從頭開始學習 所以我們就大概從最簡單的 織布簡易的直代級開始學習 然後為什麼從這個選 因為大家沒有基礎 所以在我的看法裡面 是織布其實它的道理原理是差不多的 我們從最簡單的慢慢進階 才有可能會達到 那也有人說為什麼 我不要一開始就學傳統的 因為阿姨有看過以前 傳統子父母 她做 必須做到第三個天 然後對於現在人的腰 不見得受得了 因為以前她可能做習慣了 所以她可能 不高人Q 現在人可能都還蠻僵硬的 然後用腰長期做到第三個天 因為以前的那個時間 所以我們那時候都想用 所以我們學了簡易直代級 然後那時候 在第二年 我們又大量蒐集一些文獻 所以才會後來 我們今天上半部的簡報 大部分就是在這一年 我們蒐集了文獻 產出的成果 然後後來我們在同一年 進行到桌上的直代支部級 就是大檯的 就是我們也長在成檯的那一檯 就是我們後來從小檯的變到大檯的 然後我們也把國內外的博物館 去做一些整體和招車 然後到今年我們 今年就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跟白武老師學習 如何去記錄這些文獻 如何到博物館 測量來記錄這些文獻 所以我們就從103年開始看起 所以103年其實我們就做了 到部落去訪問一些部落婦女 然後那時候這個藤邊阿彭還在 你如果展場上看到的那個藤邊 就是這個阿彭 然後阿彭 你跟什麼收成的 然後展場的那個藤板就是他做 但是很不幸 他也不柔啊 但是因為他因為一些因素在去年 八十幾歲了 這樣看起來也不柔 因為大長 然後對 就國師了 很突然 所以我們就持續了不幸 然後那時候也訪問了 潘香阿嬤 那他們家其實後來有藏很多 就是赤壽型的文件 然後或是一些古文書 他們家其實有一些收藏 然後還有潘瑞阿嬤 你叫古佛 然後就連那時候做鐵壘坊茶 做這些詢問阿 什麼時候最好 你知道嗎 賞問傑 原這個家族是 牛年還是新的家族 所以他們整個家族都回來 所以我們就趁機 在那時候第一年 就隨便問阿 你也不知道到底問誰會有答案 所以就這樣子 你凡你認識的 你就厚點皮厚一點去到處問 隨便問 然後大家就會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在那一年 我們訪問到潘瑞阿嬤 他就說 我們家有兩塊布 所以我們做這兩塊 然後一塊是這一塊 就是在展產 我們也把他借來展產 另外一塊就是 全部宿舍的駐馬布 然後那個是以前背小孩的愛金 然後是用駐馬做的 所以我們第一年 就大概做了這一些口述調查 然後個人訪問完之後 大概集合一下一個程度的 但是除了個人訪問我們 就訪問給他看 不過我把這些我們去拍的文物 或是說上網做的圖片給他看 你有沒有看過這種文物 然後所以在那個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祈禱 其實對服飾其實都 對那個印象都挺模糊的 點多我可能才遇到 就說我以前剛剛我穿的服飾 就是那個紅紅的 然後前面有鬚鬚可以綁 然後那黑衣服 就是很像山霞的衣服 然後還特別強調 山上的山霞 他沒有組之前就是紅色的 所以然後我們就只有 得到這種比較模糊一點的答案 但是最少有一些重要的 因為他說 他是有圖案的 而且是紅色的 然後 然後但是當他們看到一些 博物館頂藏屋的器物類的 譬如說刀架 然後裝水的那些器物類藤籃 藤冒光 這些老人家就很清楚 然後看到刀幹那些 這個我知道這個刀幹 它就怎麼用怎麼樣了 但是在我們那一年 其實做訪查 其實大家最止步類的東西 他們意向中有 但是就很陌生的 就紅紅的 而且我身際訪問到老人家 跟我講說 哎唷 那個就是你大人那些 就大出來的那些 有錢人比較有溫度 這張三甲安霞 這麼多年 所以大概在那個時候 其實刀架的情 對直播文化 製品文化 也有斷層 然後有人說 啊 有啦 那刀架的服飾 我媽媽的服飾 我都會留著在我家 然後就有去看 就是那個圓圖 圓圓圓 圓圓 對 因為在我小時候 那個年代 我雖然很年輕 好 我之後也是傳統 對 都玩刀上面 所以有人甚至認為說 那個是改喊過傳統的東西 弄起來 一個拔劑一樣 對 對 所以我們小時候 所以有人的確認為說 那種漢文化的東西 一定是改喊過的東西 但是其實 就發現說 要嘛就是 他的 他的印象中 那個漢式的東西 是改喊過的 要嘛就是 真的問不到 所以那時候 對於 直播的那個長期 其實 並不是那麼多 在老人家 印象中 並不是那麼多 但是他們明確 我給一個老人家看 然後他說 這個好像在阿頓寶 出來他們家有 有 好 所以那時候 問 然後 問到一個阿頓 他說 有 他們家以前有 然後 他人家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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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個衣服長什麼樣式 然後那個圖案代表什麼樣的意思 其實問他當代的後代也問不到 但是有這件事 而且我們真的看得到 所以那時候 反而像這種七五類的做很多 在部落現在還有 找到這個是做什麼樣的 你知道嗎 那什麼 豆頭枸 蒸魚 那種 好 這張牌不是很好 好 我們這次有接展的 然後還有這個 繡花的長包 這種反而再步入還很多 然後我們就 在那一年我們就找了 博物館的其中一個圖案 來去做我們那一年學習的目標 就是 我們希望說 我們雖然從零開始學 但很有志氣說 好 第一年課程 武藏課程結束之後 我要指這個 哇 好大的好氣 好 然後那時候就記錄到 欸 我立陶博館唯一一個 走標期 欸 那我立陶博館唯一一個 他有寫 採集部落的舊盤 就是大南部落的走標期 他寫 蒲魚首方 大南射 那個南還寫錯 寫木字邊的 對 但是應該蒲魚的大南 應該除了我們水字邊的那個大南 應該也沒有其他大南 應該也沒有其他大南 所以應該是我們本來的問題 然後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子 去隨便排行 但是這個是一個錯誤的體驗 到現在我可以講錯誤的體驗 為什麼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們不懂支部 從零開始學嘛 就問 然後那時候他就覺得 怎麼我們會有這種東西 然後那時候他懷疑說 真的有可能是我們主持做的嗎 會不會有可能是 啊 我們都跟太陽貓運來 有可能是跟牠貓運來 或是我們找牠代工 後來呢 真的 做完之後我們真的推翻了這些想法 因為為什麼 因為很多圖案都不是太陽會用的 然後再說是亂記法也不一樣 所以不太可能是代工的 好 然後我們就這樣 真的是隨便排 然後所以就 又這個 但是那時候就只是排下來 然後去問人家 問老人家有沒有看過 還蠻容易一些嘛 那你們沒有去想說 你日後要分析 怎麼拍才是有效的分析 因為那時候你連織故事都不懂 然後那時候 你甚至看了那麼多文物 就用 大概多管寫八載族的 寫屏谷族的 寫八載族的我們都掉嘛 或是說在湖裡地區的 只要在大南原原材質 我們都掉了 所以其實一開始我真的看不出來說 到底哪一些是我們的 哪一些不是我們的 在第一年我真的看不懂 但是我跟你講 如果看之後你真的會有心得 那種心得必須整理之後 但是整理之後跟你們講 其實也是要 真的自己要看得多才會看得出來 那反正我們做Animal 我們就是去那邊 國立台國館跟台灣大學國館 的人類學國館 我們就掉了很多文物出來看 然後甚至我看到 我文物上面還有七件文物 它上面在衣服內側進來寫什麼 大南斗肉 也就是這些衣服 是從他土裡大南斗肉的 斗肉這個人 他家拿去的 斗肉 會有人取這個漢民嗎 不會嗎 但是其實他是原住民的名字 就是他是犯人的一個名字 叫老爸 有這個名字嗎 好 就是這個人他們家 採集出去的 然後我們 我其實在近幾年在追查 這個後代有可能是誰 目前大概有鎖住一兩個家 這個可能是他 因為我們從護貞系統來看 大南的斗肉有四個 有一個很年輕就死掉了 然後有一個那個家族蠻小的 不見得是他們 然後有兩個斗肉 他們直接是親家 所以我在想這一件 可能跟那個家族有關係 好 那anyway 我們第一年在台大 去完這件事情 然後胡佳玉老師就說 其實在台大人類學國館 除了我剛才上班一節講 那個烏牛藍的那一套之外 大部分的衣服 有明確採集地的幾乎都是從 大南跟牛門這兩個部落的 然後因為我們製成嘎哈魯 所以我們也很感謝胡老師 可以就是可以認同 可以尊重我們的自我認同 所以在我們103年來過台大之後 在台大的檢索系統裡面 他就已經把屬於嘎哈魯的東西 他把這些東西分開了 所以即使這樣分開之後 我們還有42間 是我們的 雖然說有一些是走標期 是還是被歸成巴這一個 因為他採集是在埔里 跟一個應該是莊普上 叫謝田拔的購買 所以我們也沒有證據 他是從大南留言採集的 所以還是在把這些分類裡面 但是大部分其實排大 你看到很多支品的東西 原本是屬於在分類拔宅的 四十二件加七五全都揮回來 揮回來給阿哈魯主 然後我們除了做這件事情之外 我們又請了一個孫悦琪老師 來逛我們上圖文講座的課程 就是說如果你們透過這些文物 然後給我們一些新的概念說 為什麼會有怎麼樣特殊的一些竹文的結構 然後我們也請了一個叫吳平慧老師 來教我們檢疫之代金 所以大家 你看年齡層登陸很廣 有部落的最年長的大概八九十歲 這個阿嬤現在八十出頭歲 那最年輕的就是一些 媽媽帶著自己的女兒來去部落 所以說大家就是這樣子 慢慢的開始從不會當作才藝教師 再慢慢的一步一步來追尋自己的文化 所以我們在同年其實 我們因為了這個計畫的關係 然後我們就帶了一台油來車的主人 就四個部落都有找 然後一起來台大去看這一些離開部落的文物 然後那時候吳平慧老師大概剪了幾件 對於我們比較 就是在牛眉和大南採集一些比較特殊的物件 然後來去做展示 包含這一件 其實有一件漢式的衣服 這件其實就是潘夾 就是牛眉那個潘夾 他有四件衣服就給他帶 兩件女神的都是這種漢式的衣服 兩件他說的蠻深的 就是傳統的那種防禦組織的那種植布的衣服 就是我們擔場也有放了那兩張圖片 所以我們就帶了一群人 然後來台大 來去擴別這些無論九十多年 卡拉威族人一起回來 再重新看一下出現以前的工藝品 還有以前的生活用品 好 所以我們就 第一年就這樣做了 第二年的話我們就做了一些 沒有 這也是第一年 但是我們後來就進階了 一開始只是學剪刀的皮脂 然後調的是調壓或是經線的調脂 那在後半段其實我們就用太 其實這個技法是泰雅族的技法 我們用泰雅族的技法來呈現卡拉威的圖騰 所以在那個時候只是先學技法 先學織布原理 然後也有看到圖文 那也很感謝胡平輝老師的用心 然後幫我們去做一些貝殼 所以我們就用這些方式去把我們的傳統的圖文 雖然說還不是用最傳統的方式 但是就盡可能把它織出來 所以我形象常帶這個紙袋 這就是我這一年度的作品 然後在場有一條 那就是我們就取了傳統圖文 然後用一些紙袋機 用它很簡單 用紙袋機就可以做成這樣的物品 那時候為什麼會特別留這麼長的須須呢 不是因為偷懶它 不想把它織完 是因為我看到其實 我們以前港澳部的那個裙片 遮潛片一定都是有須須的 所以我就取這樣的文化概念 就是有圖騰 上面是白的有圖騰須須 然後來做男生的腰帶 所以這基本上是我們那時候 自己的一個想法的課堂桌卷 那也就是我們第一年的作品 所以那一年我們其實 因為其實那集整集上線課 那個比較快 然後所以我們的那個成果 其實還蠻豐碩的 那才104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在進階的直播級的進階課程 那進階課程主要是因為一般來講 如果說你會一點直播的話 然後到這種其實只要掛兩個中片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我們第三點是 如果用那個小牌直系掛三個中片的技法 然後我們也要了解說 當以後我們中片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的直播概念會有什麼樣的轉變 所以其實就是 我們小的簡單的先學基礎概念 所以我們就學習了三中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其實 我就可以把年輕文織出來 而且這個像我們第一堂課的平文字 靈性文都要用是挑的 但是我們用這個技法之後 它指這個靈性文 手都不用挑 不用一條線一條線去挑 它就直接用包裝片去控制 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至少做了靈性 三型多讓文都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也到了想說不能只自己做 我們也要去看看其他族群怎麼做 所以我們也去了一個叫實力來自工坊 就是林鼠麗老師那邊 他為我們講解大概支部的一些基礎程序是什麼 然後也順便給我們一些族人一些新的想法 其實人家其他原住民族群在發展支部 他們大概怎麼樣去做 那所以我們就去做一些簡單的交流和介紹 就大概 這都屬於示範性的 所以其實我們看完大概懂那樣子 然後但是還不會 我們還不會用這些子集去知 但就讓大家有一些基本的介紹 然後你去看看說 它如何把它的支部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所以其實在我們第二年的時候 其實到後來 你要說當年度學生的作業在哪裡 我跟你講很多就是 因為他們看完這個之後 都自己拿去做什麼包包啦 枕頭套啦的生活用品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他覺得說那些阿嬤他自在製出來的東西 因為有在使用 或者說他孫女從外面工作回 就是從外面假日工作回來看到 阿嬤你這個很漂亮的給我好嗎 阿嬤就會好 阿嬤就會好 因為沒有了阿嬤就會在做 所以其實我們後來 為什麼直播班 即使我們沒有計劃按著支持 但是部落部門一直 有在做直播這個動作 就是我們就透過這種方式為止 然後大家會比較 欸你有做這個 啊你做這個包包很好看 我也要做 所以這樣 後來其實 我覺得我不用叫他們文創啊 我要教他們什麼 然後你自己就會去創造出一堆有美的 然後好這也是我們去賽下文館 去瞭解賽下族文化 然後還有他們有個 網路產業文化館去做一些 欸他們到底怎麼樣應用支部 去做看看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為什麼要 也是給大家一個夢想 如果說到時候我們學會這個時候 我們不是直接複製成本服飾完就好了 而是這個東西它有沒有可能 真的要後來再利用 然後大家真的願意一起做的話 它可能也會把它變成成產業化 可能大家以後想到直播 也可以多一個學向 想要評估直播就想到 啊全台灣應該只有美部落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回來 這時候我們比較產業的目標 好那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子 然後其實那時候 因為大家還沒有接觸到大台的 但是它的有一些媒體 跟我們做商行的有點類似 所以大家就會很好奇說 欸那個怎麼做啊什麼什麼 然後其實那年度 我們就學了這種做商行的 然後大家就會去看它 一開始看人家的操作 大家就很期待 我們這個做商行之代的課程 因為大家都是玩小台的 然後覺得說為什麼也打大 就可以變很多不一樣的變化 我們那個了不起 就123而已啊 就是從一開始評估 就覺得121212 然後到後來我123 然後你們在12345678都有了 那到底怎麼玩 所以大家就會很期待這個課程 好 那一開始這個課程 在這一年度 我們請到的是陳如平老師 他其實他教學 我覺得還蠻貶紮文 所以第一堂課文學 就是什麼配色 那我要織一塊布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去 寫在一個紙板上繞繞繞 然後怎樣去看說 我大概繞幾條線 我要換幾顏色 我要換幾顏色 然後這樣配達不好看 如果不好看就拆 然後就繞到你覺得 欸這個配色是你喜歡的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織成作品 大概第一堂課我們學了配色 學了 因為以前我們在小排機器間 那個機器本身就是枕筋架 但是大台機器不一樣 它枕筋架跟地質的機器一樣 枕筋架回枕筋架 枕筋架回枕筋架 所以我必須在枕筋架架枕完筋之後 我再把筋線取下來的枕筋架才能開始製作 好 所以我們就學了 好 如何去繞這個筋架架 那 當然這個做上寫的枕筋架架 這個其實都是從國外引進的技術 所以我們就是先 但是 因為它這套系統和理論其實是蠻有基礎的 所以我們 反正是先學理論嘛 然後先把自己的方法學回來 所以說 我們就先用這種方法來學習 然後如何上機 那上機可能就要 要傳 要傳綱扣 要傳中 然後要結局 要固定 所以其實我們在上這個課程的時候 課程安排也很重要 我們從繞線到枕筋架 我們總共安排連續兩天 為什麼一定要安排連續兩天 這是我的經驗 因為有一些東西 你在一開始 如果說我今天我只學繞線跟繞枕筋架 我還沒有學上機的時候 我要你空一個禮拜 或是兩個禮拜才上下一堂課 到下一堂課時候 學員還會記得嗎 不會 所以那時候我課程安排的時候 反正之後 我都隔一堂課 但是第一堂課我一定要兩天 至少你讓大陸高學校等級上架之後 你可以開始執作 要不然你如果說照一些才藝版 或什麼一天給你學三小時 下一堂再學三小時 如果說你要賺學費的話 這樣就很容易 但是因為我們考人到的是 我們要是學習 有少於有學習 所以我們課程安排 其實都有很多真心的 一些思考和安排 所以你相不相信 我們才學兩天 用大台機器才碰它兩天 我們就可以支出這樣的部分 就是你如果看展場上面繞的 就是這個時候的作品 這是平文組織 平文組織上完之後 有沒有 非常豐富 然後為什麼線材的變化那麼大 就是大家有沒有 在繞線的色板就是在繞這一些 我的圖文到底要怎麼配色 所以你怎麼繞出來 大概你的筋線是怎樣的方向 然後搭配尾線就會產生不一樣 好 那平文組織很沒有變化 因為它幾乎就是 紋路就是條文式的而已 頂多格子的 這種很像法蘭格亞什麼格子那種 平文就可以解決了 那如果想要波浪文 還頂多什麼話 它就必須要折三中以上的 那就是學習文組織的範疇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也做了很多樣片 那這些樣片其實它的 經線的組織都是一樣的 我只是調壓數據的改變 好簡單的講 聽不懂沒關係不要壓力 就是 例如說以前我們在講平文的話 就有點像排列組合 就是它就是永遠只能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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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不會出現一一和二二 因為一一和二二就擺作空 然後就 好好 那 斜文以上就是它會出現一二三 好我簡單用一二三好 一二三就有幾種組合 我要嘛就一 要嘛就二二 要嘛就三 那我也可以一二 也可以一三 也可以二三 那如果四耶 一二三四的時候 我排列組合會更多 所以你中片略多的話 其實你可以變化 你只改變不同的調壓數據 你的突然變化就非常多元 對 好 所以 我們第二場課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中片都沒有動喔 我只改變調壓變化 它就可以直出不一樣的紋路出來 所以我們 一種顏色就是一種調壓變化 所以我們是用這種方式快速的去打亮片 當然大家知道說 其實你的整晶是怎麼樣出來是怎樣 然後當然整晶也有相關 你如果以為是整一二三個指引方向的話 你也不會出來靈魂 你要出來靈魂 一定要整一二三二五 你的調壓搭配才會出來靈魂 要不然你永遠只是邪魂 好 聽不懂的話正常 你也沒有學過製作 對 好 所以anyway 就是以為這樣子說 就又做了這一瓶 每一組的 你大概看 同樣的配色幾乎都是同一組的作品 不過大家其實都還蠻活潑的 然後 因為這樣課程安排 其實我覺得大家會有壓力 可是我們大概都是一個禮拜的週末學習 但是我們至少空一個禮拜以上的時間 讓大家直做作品 才上下一堂課 我覺得這樣課程安排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這禮拜學下禮拜晚上學 會不會有效果 不會 因為他連上一堂課都沒有辦法洗手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話 他們才有可能 趕快把這個作品都做完之後 下一次老師來上課 我們再上新的 要不然你機器有限 你沒有那麼多台機器 所以你一定要這個全部做完之後 機器是空的 才能教下一個東西 所以那時候大家也因為這個壓力 所以大家就會分配時間 因為他其實大部分還是白天有在工作的婦女 或者是說即使他沒有工 他沒有固定上下班的那種 但是他也是要去 早上也要去錢裡面交菜啊 交水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們都會分配時間 因為我們分五組嘛 因為機器一台貴了三萬多塊 對 所以我們就分成五組 然後一組大概三個四個 然後就會分配時間說 要不然你禮拜幾早上去 那我禮拜幾下午去 所以所有作品就是大家這樣竭力完成的 但是很有效率的產出 然後最後一個我們就嘗試一下 大家學一下不同 就是其他部落的一些 因為為什麼會做其他部落 是因為我們真的是做太陽的圖案 那時候就試著看那個圖案 試著有沒有可能看那個東西 稍微做簡單的解 然後去把那個東西做出來 然後在順便做不一樣的計法 因為這個物件的計法 有一點不太一樣 就是它在中間的緊密度 和旁邊的緊密度 是同質不一樣的 所以一方面學計法 一方面學分析 然後來用太陽族群的先當例子 所以我們第二年就這樣結束 第三年的部分 因為在圓民會的計畫裡面 我們的評審老師 那時候開始覺得說 怎麼大家平復族群 走來做公益文化 他就是有點反抗 就覺得說不要亂做那麼多實作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做這個 我們目標是要回復傳統府 你不讓我做這個 那當然好不讓我做 我們部落怎麼要維持 好不容易學兩年支部 難道你要說 我們放棄都不要 所以大概有些計畫都會 他都會叫建議我修正所表 不要再上支部課程 所以我就只好去做一些基礎的調查 所以做什麼調查 我們就去找文獻 找那些就是整理出一個 就是資品分析出攤 做文藝人的計畫 那支部計畫 雖然說他們有丟門經費 但是我還是一樣 用經費的一些雜質 去買的一些線材 就是我就是持續丟給父母說 沒關係 我們今年雖然沒有請老師來教 但是我們還是持續織 那部落父母的概念是這樣 其實基本上 你不要同一個圖 讓他一直織 他會覺得很無趣 然後所以 在那個時候就變成是說 我想到什麼 或是我做一些圖案的變化 然後就直接畫一個組織圖 給他們 好不然你們做這個看看 然後只要有一個做出來 這個很好做 然後旁邊的那個都 你們真的很好做 寫給你們 就正好給我的組織圖 那我也要做 所以我只提供現場和組織圖 他們都持續直步 雖然說 又沒有前勤老師 所以說只能用這個方式 至少讓他們把他們的技法 越來越純粘 那我就負責比較屬於 叫他們去做文獻整理 應該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所以說只好有把這個 重織圖彈下來 所以 你們大家今年看到 商談部的一些東西 其實就是 在 執行計畫第三年 把這一些文獻資料 博物館的資料 整理出來 然後 我們看到這包包 不是買的嗎 他們自己織的布 自己裁景 自己扯成包包 有沒有很漂亮 沒有特色 所以我跟你講 他們一個人家中 至少像這樣包包 至少成四個以上 不包還被純粒拿走了 然後對 所以因為我們做了這些事情 也開始有媒體 越來越關注到 我們在做的事情 然後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目標是 傳統服的重置 所以我們就請了 我們的國寶職的大師 其實馬達魯達到 明明哥 我們希望說 透過他的講座 了解一下說 以前他們 大叔他們在做 泰雅複士的重置 他們的過程是什麼 哪一些東西 更能相似 是我們可以學習的路線 所以我們就請老師 來做了一些 就是他們 直播文化的講解 然後 大概看圖片 看了看 走標節的圖片 然後把圖案放大 然後我們如何 利用法則 有沒有可能 大開的學習 怎麼畫得出來 然後 所以在那一年 其實我們做了什麼 就是我們 把走標期的圖案 自己稍微畫出來 但不是 一比一等比一的 然後就是試著 去把這個圖案 用卓上級的皮膚調出來 然後它是用 寫文組織去調 所以它會有 一點點斜斜的 因為我們還在試 所以我們還沒用最寫的 方式 所以就大概 用這種方式 去把走標節織出來 但是走標節 因為它有一個地方 它有一個地方 就總結這個大圖的地方 那個地方到現在 我們都還很難接 那就是寶鳳 溫蔡玉山說 它說要好幾萬個人那個地方 16萬 它不好多 就是 因為以原本的資訊來講 其實它也沒有照規則 對 所以那一件其實 我們如果要複製這個走標期 目前有一點小卡關 也是底組織的線條 那個我們還沒有處理完 再來就是那個大廚的方格子 我們沒有處理完 要不然如果要做成 像七八成像的走標期 其實達五已經有一點點實力可以做了 像這一件 這個圖案其實都是這個圖案的放大版 那為什麼它都比較大 是因為你線材比例的關係 還有可能一些鋼扣 一些你的一些物件比例的環境 但是至少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 計法挑幾格 降幾格 是一樣的 但是至少看起來 好像有這麼回事 在我們錄製這幾年之外 這邊可以看到有一些圖文 像它這個圖文就是這個圖文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像不像 但是有沒有這個圖文 就是這個圖文 但是我們至少就做到這個程度 所以你看成品的應用 後來有人就說 你整個畫畫的包包不好看 所以開始有一些雇用信成買的 然後配一些自己的 有沒有那種不錯 可是他們自己的創作 再來就是 一百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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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就是博物館典藏的傳統圖文 所以我們今年大概把這幾年來 一些職部比較有概念的職名集合起來 我們成立一個叫資品分析小組 然後我們今年度大概就學習了一些基本的資品分析的方式 然後我們利用 之前第一年 我差不多有一些現存文物的 我們利用這些文物 假設他是博物館文物的時候 我要如何用老師教的這一套來練習 怎麼樣去處理這個 這樣我到博物館只能在做實體的時候 才不會手忙腳亂 然後我們就用這種方式 然後真正就到博物館去做東西 然後今年再次再下組交流 為什麼我們那麼愛跟賽下組交流 當然不是我 不完全是我個人的私心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賽下 其實他們在做的事情 其實跟卡路在做的事情很接近 對 然後他們是在近幾年 把自己的傳統服飾織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跟他們交流 我們會有一些很好的接近 好 所以我們有一天3月25 然後我們就去到眼粉工房 然後有一天就請雲馬老師到部落 來教我們 然後主要就大概是交流過程 主要是因為 好一件大片的文物 我哪知道 如果說 你不可能像我弟你一樣隨便排吧 然後排回去 這個東西不能用 很多圖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當你要去做 重製的時候 他還是有一些規則和方法 所以我們就去教 請老師來教這個方法 那部落教的時候是 如果說我真的要分析小圖的時候 有一些幾個 但是 學完這些我們有辦法 馬上復原全部的東西 可能還是有難度 就是要慢慢的 做完之後再給老師 和對和協助 對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至少我們學著怎麼去做 好 然後所以這就是我們在 佛羅的時候 沒有也是 雖然說 佛羅嘛 我們也是還蠻有一回事 有沒有一個小攝影棚的概念 就是把這些人 然後放著然後拍照 然後大家也都 然後婦女啊 也都一起 來參與集合 然後像這部落教 然後老闆就說 以前這個就還一個腰帶 然後幾個 還在這裡 那個三折錢包都下在這裡 所以 因為那時候沒有那個腰帶 所以就拿我這一條腰帶 拿去當作示範 這件都是部落教 就是要卡完之後 上面還要再放下來 然後錢包再插在這裡 好 然後還有一個 有病理長的示範 不過憲徒他們講那個大棒 他是他以前怎麼用 然後其實有很多張 有些還蠻可愛的 然後反正我們就把它整理成 這樣子的一些文件 來去做紀錄 就大概 這個中文件是什麼 如果我們知道族語的 我們就這樣寫 然後他在哪個地方採集的 他的長寬 這旁邊是多少 然後藤皮用多寬多厚 大概是做這些簡單的紀錄 然後如果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圖文 編法的時候 我們就特別再把它標示出來 我們是用這樣的方式去把我們的文物 一件一件把它記錄起來 然後一來也是把它當作練習品 對啊 因為如果說真的 真的如果直接去的話 真的會手忙腳亂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做自己部落 我們做一直有點手忙腳亂 但是因為 反正時間很多 只要我們願意做時間很多 我們可以換做 但是到博物館不一樣 我們好不容易申請來博物館 兩天的時間好了 然後我們能做指定式指定 而且他都還要事先申請 什麼那個流程都跑得比較複雜 好 那我們總是希望說 在這兩天裡面 有一個很效率的工作 所以我們做 來到博物館 然後 也真的很感謝台大 因為以前很多人去 在台大做這個紀錄 幾乎都只是在庫房裡面做 但是這一次台大 對我們特別要 因為一來我們人也特別多 我們來了十五個人 十五個人 年紀最小的十八歲 年紀最大的八十幾歲 然後有專業的 有不專業的 像我們就不專業的 專業就是尤馬老師 葡萄大葡萄 可以說是一群雜牌軍 包括你是青春之音 好 我們就一群雜牌軍 然後做 葡萄大葡萄的福祉重生 好 所以我們有辛苦的攝影組 然後 一彎老師帶一組組員 魯平老師帶一組組員 然後來去做文武的紀錄 因為他們執布久了 還是非常有概念的 知道說哪一些地方是重點 然後哪一些地方功能素很重要 哪一些數據是我特別需要人的 好 然後 然後 所以他們分別指揮一組組員 那我就當那個 激動組 雜物組 反正說什麼 鬼事情就是 沒有人做的 就是都是我才做的 訂便當啊 訂宿室啊 然後 哪個地方缺拍照我就去拍照 那些 所以我那一天的老師 大概是這樣 什麼都做什麼都奇怪 好 然後有時候有沒有 有去鳥下文物啊 什麼之類的 好 然後我們有青年的紀錄組 最少18歲的大學生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七月份是暑假 對 然後他那一次去我們說 你有什麼感覺 他說 欸哥哥 這個真的是我們留名部落的東西嗎 我說 對啊 不然呢 我覺得 但我覺得 欸 他們這樣子來參與 對他們來的 是一件很好 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 他會常說 喔 這次我們辦這個慘燃 其實也吸引到了 我們 很久沒有回部落的部落主了 然後我們也 遇到了一些 年輕的學子 欸 他知道 有辦這樣的展 他來看之後 他才知道說 以前我都只聽爸爸講 而且講的東西 都是很片段 很碎裂 然後也不知道說 這是在說棒的 還是說真的 好 但是他正在來看這個展之後 他就真的 喔 原來以前我爸爸講的東西 是真本的 真的有人把它整理出 這樣的東西來展開 所以我覺得 欸 青年的殘餘其實很好 然後 然後前文的部分 他主要在繪圖方面 做很厲害 所以他有做了很多 分析繪圖的工作 好 這一件有沒有 在展場的那一件 好 就是我們這樣 用放大鏡這樣看 然後去慢慢看他的那個組織 去 去 分析他的 好 然後 部落婦女 比方想說 八十幾歲 阿嬤 寵制服是跟他有什麼關係 他會嗎 但是阿嬤比較小 他很厲害 第一個 他跟了我們三年 對 所以他對職部 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第二 是真的讓他去看那個東西的時候 他以後就算要做類似的東西的時候 他會很有感覺 他會很有感覺 然後第三個 其實阿嬤他們 兩尺寸 有時候做這個經驗 也會屬於這個經驗 所以我們就把 我們的部落父母 安排在 所有尺寸的丈量的部分 你要照片我可以給你們 要不要拍照 然後 我們來配出一個見點 沒有見點 沒有見點 他其實是 台灣他那一所畢業的學生 也是我們好朋友 然後 那一次就是 因為台大願意提供 他們當初的原始紀 資料本給我們去做操錄 所以我們會很希望說 了解說 他除了網路的公式資料之外 有一些可能他只登記在原始紀錄本 那我們就是 來之前其實我們就把所有 我們要登記的文物都列表造成好了 所以到時候他來 只是我對號編號 然後就去翻紀錄本號 編號第幾號 然後什麼樣的資訊 就把它做起來 不然說其實我們來之前 其實你不要想說來 就好像說 就直接來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譬如說 一個文物 我們要知道 他大概哪一些地方要量 他們有一些以前照過的圖片 或是一些網路上不清楚的 那個數位檢查圖片 我們就大概先用紙 大概畫了最大半 所以我們在來做的時候 其實就很快速 可以掌握得到這個文物的配件 然後我們可以很快速的去了解 去做理效紀錄 所以我們就大概整理出了 這樣的東西 然後因為我們來了 其實我們有很多新的發現 例如說 像這一個在台大原始紀錄下 一些枝花腰曲 但是其實我們後來還發現 他應該不是裙子 一來是他的寬度不符合 一個女子的寬度 再來就是這個寬度很像 一件衣服的寬度 然後後來 有時候發現 上面這裡怪怪的喔 好像是剪刀剪布的痕跡 不是一般直部收尾的剪痕 所以我們發現這一季有可能是男生 後面這片衣服的位置 他一樣有沒有 防禦組織嘛 兩片互結合成一片衣服 這組織在他後面這一塊 為什麼 因為除了這裡有剪痕之外 他旁邊這邊有縫製過的痕跡 但是又把它拆解 再縫製的痕跡 所以他有可能是把兩邊拆掉 剪掉這裡 然後再把它扶起來 所以我們就認為說 他可能不是要群 然後這個原本的紀錄 這很特別 所以 我不知道太陽的群群有沒有 但是 他這個是在土裡的牛棉色 材質不知道 我也看過其他組 我好像也沒有看過類似這種 我覺得很特別 然後其實他是 那時候收了的時候 都已經是用盒裝 比較破碎型的 然後有一些他的 他的這邊旁邊都是用藤條 用那很細的藤片去 是困綁的 然後我們 因為有一些有斷掉 有一些沒斷掉 所以我們就按照他的那個排列的方式 再想說 這裡應該是四片四片 然後後面可能都是三片 那這樣子到尾端的時候 這裡還有缺 所以應該這個場地應該還有一些 殘骸應該已經不見了 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他長度應該會在 如果現在拼起來長度大概四四五十公分了吧 如果再加上那些長骸骨滿的話 基本上是六七十公分 那如果是這樣的東西的話 你要當鵝四有可能嗎 不太可能 因為太長了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他應該是比較長的項鍊 應該不是鵝四方式掛在頭上的 第二個他是腳還是骨 我們用在光線下看 他的纖維是比較屬於縱向的 如果是腳的話 應該會比較屬於螺旋的 所以我們在裁測他應該是 那個用鏡骨 然後把它切片製成的 然後比較特色的地方是 他有白色跟黑色 那黑色的地方都有做可紋 就像這樣的可紋方式 好 那我們到才到 然後忍維學博物館之後 我們今年又到了 國立台灣博物館 那國立台灣博物館 我們就選了一些是 台大比較坦見 或是說那些形式台大沒有 所以 我們也跟立志明老師有很多的討論 然後那時候就發現了支付集 然後這個支付集 後來我們回去問 守成的有一位長老 他說以前 九五一之後 就有人被留在梅西 然後他本來要去撿 後來他要去撿的時候 就被火燒了 所以已經有人把他當材燒過 他說不必要了 然後就沒有撿 然後我們問 阿市長這個樣式滿不對的 然後我說 大概多大 他說光這個裂縫的地方 就一百多公封 你去和我們這個裂縮 差不多 所以那個尺寸是很大的 然後以前我們 為什麼我看到這個會很景象 因為我以前整理後製料 我覺得還好 然後台大廷照理也覺得還好 就一小的 但是當我們去看到 這個實體的時候 一百多公分 直徑四十幾公分 直徑耶 哇 這是什麼樣的東西啊 我說 好像 你剛剛那個翻射彩天圖 他以為要不要試試哪個尺 沒有 但是大概是中部 所以就可能中部地區 都都有 大甲大射 不知道 因為目前我們看過時評的 就是暗里大射的 這一家就是暗里大射的 然後這個翻射彩工圖 到底 道卡斯有 因為他那個很奇怪 他有兩種版本 他有一個是寫大甲凡夫 有一個寫大射凡夫 那到底是大甲還是大射 不知道 同一版的翻射彩工圖 但是不同版本的 所以到底 他是在講哪裡的 第一個 我真的還不清楚 第二個 至少是中部地區的那個問題 那至少 我看完這個之後 我可以跟你講說 那個 翻射彩工圖的繪畫者 其實並沒有 並沒有亂畫 以前 可能大家沒有看過這實品的時候 看 直接看到這個 那我讓你直播即行 原始的卷筋頭 那是的確 把這個號碩是原始的 那有可能是順過去 那兩色是空的還是什麼 空的 就是直接這樣看過去 然後 田野造的這張五小應該是後 我就是也不能講他過去 他可能是另外一個用竹子做的 所以他比較小 所以比例 我們看直距的比例就知道 這個明顯大很低 真的嗎 你看到的是 感覺是一個樹木去掏空還是 是 然後你就有說 樹蓋去掏空 那我說 因為你就有說他以前有看過 我說一般來講 你可用什麼樹去做這個 它是說張樹 所以目前我得到的田野花 也就這樣子 對 然後 我們從他的一些 另外一套產件 我們去對 到底這個是太陽還是 屏幕的 然後第一個 我們看這個 我們是覺得是我們 就是跟這個是一樣 不是上太陽 而且是雙肩的 第二個 它這個板子有沒有 然後它夾在這裡面的 它是這樣的一個板子 然後它的上方處有一個凹槽 然後用凹槽跟一個一個棒去夾 一個凹槽和一個棒去夾 然後比較特別是 這個和這個 其實它是平成這樣子一個東西 然後因為它有兩個洞 插銷 插銷是如何的 所以 板像台大廷也造的這個物件 所以我們在盤裝 因為在這一個 在台灣博物館 它是寫泰雅族或平土 其實它也沒有一個 很正確的資料給我們 但是我們這樣去做 對照我們有 在想說 可能就是 有可能是我們的 機率算蠻高的 那這就是我說 唯一一件 柔 就是採集地的 有沒有 而且埔里手帆 大嵐色 原始的標誌 就這樣 所以我們很肯定 這個應該是 我們大嵐部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質疑 然後 我立場博物館 有另外一個東西 我覺得很有特別是 因為 卡牧的植物系統 分兩種 就是 走標旗系統 是走標旗系統 它的底組織是用斜穩的 然後大部分的衣服 都是平穩的 但是 台灣國務館 典藏了很多 走標旗的圖案 做成裙子的 做成衣服的 而且那個做法 不是刻意去做的 因為是刻意去做的 不是說 它等到那個旗子之後 在裁剪之後再做的 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 所以我們中華的這些東西 就是繪製的 模擬 如果說 我們看了這麼多 它以後我們要複製的模型 我們以後要怎麼傳帶它 所以我們就繪製了這些東西 在展場上面 就是我們今年度的一些展示牌 最有 然後我們也去做一些很詳細的計畫 它的這個投資 還有這個 是因為我們看的 因人家絕紀錄 它這個裡面這一件 我的紋事是參考哪一個 文物的地方 所以我們其實在展場的那四個 我們都很用心的去做了一些 交代 還有它的文物的產樣 對 然後這兩件 在展場這兩件 就是我們今年大約要重製的 一個是重製部落 那另外一個意涵 是重製營人家具 採集的那個標片 然後 《五國龍社群報》 我也專門寫了一篇文章 來去介紹它們的支部 希望說 除了在你們度過這件事情之外 也讓更多達人的族群 可以開始了解和接觸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樓上的展場 如果 等一下 只剩不到半小時的時間 我們就趕快去看吧 好 FuS見 好 非常謝謝鄭浩 把他這幾年來 大家在社區裡面奮鬥的這個過程 還有到現場 我們看其實就在場上 四個人心的一盤表現出來 其實那個細節 你們都可以再問他 那那個 現在我們把握這個時間 我們現在有七分鐘 我們就一定要結束 請大家提問 謝謝 我是這個阿美族的趕阿祖 阿美族的女婿 所以我對書以後 再做一些部落的關懷工作 比較具體的就是 帶好朋友 都會的好朋友到部落去走一走這樣子 去年十一夜其實我們會 我們到這個 烏色去參訪賽達克的這個 族群文化的時候 也有順道拜託黃美瑩老師 帶我們到市莊去走一走 不過這個到市莊去其實 跟我今天所看到的東西 是有很大的差異 就是說我們的文化的這個 文物的這個蒐集 跟這個展示的工作 那個時候還沒有呈現出來 不知道未來會不會做呈現 就是說 市莊這邊的文物 將來會不會有一些 比較具體的 給這些未來想要認識 是葛阿烏的好朋友 第二件事情是 我因為有參加我們 永和社大 有一個叫做 原住民文化社的一個 社區社會教育的一個推動 那我想說 在場可能有一些 也不是葛阿烏的好朋友 也許呢 你就在台北都會去 如果你有時間 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來多認識台灣的 各的多元族群 那前面這邊就是我們的社長 朱瑞聰社長 那我們有看護在這邊 等一下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互相交流 謝謝 主要叫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文物的部分 有沒有可能去做展示 其實 今年度其實我們做的很多 包括文物的一些登記 其實就是鎖成布羅的文物館 是其中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私人點藏在他們自己家裡裡的 那鎖成布羅的文物館 其實我覺得 基本上都會有這個空間 但是 我相信你們有去過 那個空間其實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空間 因為它不是一個很好的空間 主要是因為它沒有任何的收入 所以它也沒有任何的設備 還有點藏的很好的環境去點藏這些東西 所以短時間內 我覺得我們也不會輕易的去做 這件太大的改變 因為第一個環境 你就必須要去改善 然後你真的做起來之後 你才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在集團資料 還沒有完備之前 我覺得 我們目前沒有打算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可以提出來一個協助 就是至少我今年度整理到的 鎖成文環的物件的所有資料 我可以無償提供給 鎖成社區的發展協會 也就是文環的管理單位 給他們去 那他們有沒有經費 或是有沒有其他方式 可以去做那一些 就至少把信有的 點藏在裡面的文物 先做很好的一些重新的標示 讓更多人可以去了解它 甚至它有辦法 透過這樣子先訓練一些解說員出來 然後才能一步一步 用一些收益之後 才有可能直接來改善 或是討論說 後來文物管它的 永續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前置作業 可能原本的基礎資料 可能需要再多一點 這是我的想法 謝謝 老師那我看到那個 支部裡面很多圖騰 很多那個紋路 那有紋路有沒有帶來 比較特別的意義啊 那我早上看到那個 上面的現場的作品 變得很像QR Code的那種 古號記號 那是搞不好 QR Code是從你們這邊學會的 這種感覺 因為泰亞子他們的古號就是很穿綻 有那個一二三四個西方的代號 在那個支部裡面有 它的文錄記號 啊 不曉得呢 貴族的 然後 剛好說的記號 有沒有特別的意義之戰 對 其實鑽族的文錄 一開始檢報長 其實我們其實也很想要知道說 這些圖案 都會代表什麼樣的涵義 但是其實我們真正 就老人家的時候 你多回答出來 就是像三峽的圖案 到底它真正代表什麼樣的涵義 不知道 但是至少 我覺得 至少從目前的衣服來看 達爾夫 是可以分到三到四個不一樣系統的圖案 你講的類似QR Code 就是其中一種 那個跟那個 牛眼彈家卷 那四件其中兩件是一樣的 那那兩件長什麼樣子 請去看等法 那另外一種就是像我們 今年附贈的那個衣服 我們用電腦子帶的 有一種是類似像那種九宮格 十二宮格那些切割的珠紋 它有一些小細紋 但是這些文錄有一些也是 如果是上面白 只有上面的圖層的 其實有一些也是用這種 就直接隨便連續而已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滿版的衣服 就是 它就有點像一個方格 一個方格 這個也是我覺得 卡爾普服飾裡面其中一個 其他組好像不太有的一個表徵的特色 那除了這個之外其實還有另外一種系統 所以總共大概分三到四個不一樣的 然後這些我們其實 就是問老人家霧霧出來 所以我們自己慢慢的學習 慢慢的訓練 我首先把它整理出來 或或許後來可以更新奇之後 或者說我們在直播的過程之中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新的想法 然後看它如何跟我們傳統文化作業 我們當代在給予新的詮釋 但是目前問老人家的話 目前我還沒有找到我自己很難以為的答案 謝謝 那我們這一場就在這邊結束了 同時這也是我們整個系列演講的最後一場 好 那我們現在 謝謝 那現在就是 還有十幾分鐘後 歡迎大家回到二樓去展場 特別也許就是針對支部 想好看剛堂證號介紹的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看到當很多人花很多力氣做到的 那我們鼓掌謝謝鄭浩